hfrm 字幕詞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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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 大家好, 玩具堂 心水评测 我是Twice TV的Brian 又和大家介绍心水评测的產品 在講到節目之前,又要和大家先問案 因為大家仍然在一起面對疫症 希望大家能夠小心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希望大家在過程中可以防止廣泛傳染 因為現在主要是傳染問題 相信前線醫務人員 有關人士都努力把疫症阻止 停止傳染 應該會更好 衷心希望前線醫務人員 能夠安全 能夠完成他們任務 我自己都很敬佩前線醫務人員 在這段時間他們都沒有生命危險 醫治病人 香港醫務人員都很好 沒有香港醫務人員 還有有時都會面對到危險 傳染病和疫症 都不是今天才有 不過這次來得比較突然 和嚴重 但我相信有SARS經驗 和我們香港所有的朋友仔 市民一起去幫忙 我們不要去那麼多聚集的地方 也不要出那麼多街 我相信這個是影響到經濟 但是大家也不想的 但希望我們要快點過去 因為如果我們不能夠阻止到疫症傳染 其實燕運完又辛苦 整個社會都要繼續去一層面對這場疫症 我們先說一下節目 由於沒有時間可以聚集做Live 做BioShow 唯有我們做多一些獨立節目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即是經常都看到我和阿迪 不出樣子 多數就是我 或者Walker 我就會再多一些 有什麼feedback的 麻煩很有禮貌 就留給我 讓我可以改善我的拍攝 或者做節目的方式 都會努力去聽 但還是要做熟行的 不熟的當然是不做 動漫的就留給德哥和Walker Helman他們做了 這裏呢 我又要講一下Coby Coby這裏 今次跟大家介紹了兩隻飛機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現飛機 香港比較少人玩 那麼 我看外國人比較喜歡玩飛機 即是兩班粉絲 但是 既然是介紹這些產品 我不如也介紹一些 冷滿一點 因為大家可能還想看 熱滿大家都會買 冷滿一點 大家一方面可以看一看 先理解一下 所以今天呢 一次又介紹冷滿的飛機 因為飛機大家 不太穿著 就知道 有一次我介紹兩架 讓大家過癮一點 可以多看一些 好 那 講到正題了 今天都不用主角鏡 因為主角鏡的飛機 不知太大 只會用拍攝方式 好 講回 第一個介紹的飛機 其實也有些意思 就是這架 這架是C47來的 一般我們叫它Skytrain 這架是C47來的 其實Kobe 是出了幾隻C47的 這是其中一款 這架是比較特別的 如果大家看到呢 留意一下 可以看到嗎 Camel Caravan to Berlin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就是駱駝的雙女 去柏林的意思 為什麼這架機會這麼特別 我們也專門去介紹 其實挺有意思的 因為呢 其實這架 飛機就是當年 在美蘇冷戰之前 開始冷戰那段時間 就升了很重要的角色 當時大家都知道 東西德是未統一的 當時戰後 將德國分為了四份 有法國 有蘇聯 有美國 有英國 還有英國的管理部分 柏林這個地方 就很有趣地 分開了四個管理區 當然 西方社會的美國 英國和法國 都在一起 蘇聯那邊的體制不同 當時是共產主義國家 所以東德也是行共產主義 當時就不知為什麼 我看回歷史大家 他們發生了一個禁運 或者阻止 因為 同一個柏林裡面 有四個管理區 於是 詳誠不說 這架飛機 當時就幫忙 將一些物資 空運到西柏林那邊 因為當時被封鎖 所以很多物資資源都沒有 所以這架飛機 這段時間說 大家可否很有感受呢 就是要封城 又要有很多困難 又有不同的意識形態 大家有一個角力 這架飛機 運到很多需要的物資 每天 送到西柏林那邊 那 為什麼會 對於西方國家 會這麼有印象形式呢 這架飛機 除了CS47 二戰時間 是做一個 運輸工具之外 主要是放散兵 或是運輸工具之外 其實戰後也有很多地方 有繼續用到 尤其是1949年 就是因為柏林封鎖的時間 他正正就是用了 這些飛機運送大量物資 當時CS47其中一款 有很多去運送物資 多到怎樣呢 其實差不多 他飛了20萬次 他們的飛行距離 差不多是由地球 飛到太陽那麼遠 其實每半小時 有一班飛機 就飛去西柏林 將他們需要的基本物資 運送給西柏林的居民 所以這架飛機 對西方國家 可能對德國 對柏林的市民 可能是非常有印象 因為這架飛機 就是當時 整年 每天每天 就運送物資給他 其實整個Block K 就是整個封鎖 差不多是為止了15個月 而飛機運送物資 是用差不多320多天 整年 你會看到天 柏林就是這些飛機 每天小時一班 就將他們所需的物資運過去 所以其實這架飛機 對柏林 對歐洲人 對歷史 對大家 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有一個紀念價值 就是當時 這架飛機 就成為了 打破封鎖 打破專制獨裁 的一種工具 去將成果 運送給需要的人 手上 所以這架飛機 使命很大 所以 COBE就專程做了這款 所以很有趣 當然了 C4R7 在他們的產品裡 也有二戰時期 美軍用的 散兵用的款式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暫時我還未開到那架 就介紹這架 因為這架 特地的COBE 傳過來 我覺得特別一點 有些意思 有些故事 雙瓶的C4R7 大家很熟悉 說了一點 旁邊的門 沒有特別改 都是這樣 這裡是跳傘 如果大家有印象 這裡是跳傘 這裡是跳傘 下面有些飛彈 不斷射上來 打路爆散 大家如果看 《雷霆救兵》之後 那套電視劇 講《二戰散兵》 Band of Brothers 你會發現 Band of Brothers 一開球就會有 C4R7 裝著他們 空降 很多其中部份的 戰運送機 都被德軍 放跑火打爆 或者撞機 正如的 就跳傘 所以 這架C4R7 對美國人 對西方國家來說 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是一個 經典的 Aircraft 即是戰機 即是運輸機 所以別具有意 很多他們的爸爸 他們都是爺爺 可能都是 做過司機 對不起 做過機師 或者在上面跳傘 注意處理 所以這個是 很有經典價值 至於產品方面 雙引擎機 輪子是可以收的 有個 有個 卡位 不知看到 就會吃著輪子 所以如果你放去 展示一會 其實就不會動 或者你推都可以 但是你 玩飛行狀態 就可以這樣摺出來 提提大家 所有Coby的戰機 可能是支架問題 因為支架是用積木去砌出來 所以他們大型的戰機 飛機 通常都不會有支架連起來 因為撐不住 可能 我用回自己的輪子 放回 這樣就 沒錯了 大家近鏡看看 那這個飛機 有趣的 機槽這裡 是沒有玻璃 透明 我不知道是它沒有裝到 還是怎樣 啊 不是 應該是肯定沒有 應該是我們一起的 那 就有一個機師 在裡面 有一個機師 在裡面 就不同 其他行 我們介紹過的文行機 文行機這裡可以打開 但是那個玩法 就是比較近 心溫仔的玩 小朋友玩法 就打開裡面的人 但是這個 反而沒有 但是我覺得 這個反而如果有更個人 可以放一堆散兵 還有呢 他們快要出散兵 所以可以 配合 二戰士的CCR7 就是SKYTRAIN 再加炸敏 都蠻有趣的 那麼 先看一個型 這個型 就比較特殊 可能對香港的朋友來說 就沒有什麼 特別大的意義 但是這個是純粹 因為歷史上 我理解 就是一隻 都是名戰機 OK 好 第二隻呢 就是介紹這隻 可能對香港的 收藏家 或者玩家 意識米 就比較熟悉 因為這就是 日軍的 重型轟炸機 去叫 當時我覺得 日本後期的 飛機的 航空技術 就差了 好像 沒有什麼 向前 事實上 當時 上個世紀 你也知道 那個年代 日本的科技 始終不及西方科技 但是當時來說 應該是 貫於亞洲 也可能 追得很近 其實當時 零式機 能夠在太平戰場 初頭 拿到甜頭 除了對手很弱之外 美國 英國 和美英兩方面 都沒有放重點 部署在那邊 所以 有些優勢 早期零戰機 都發揮不錯 在空中糾纏 是比較優勝 但是 機身的裝甲 和馬力 都是 不及西方戰機 所以 這架 吞龍 和其他 親朋戚友的 日本戰機 都是差不多 戰績一般 有大量 吞龍戰機 所以 在太平洋 一些海島的戰爭 尤其是 他們想轟炸 澳洲 一個港海鎮 大量被盟軍 擊落 可以看到 吞龍這種戰機 無論是 速度 無論是 飛行距離 攜帶的 重量 或者裝甲 武器 相對於 對手 所以 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戰績 反而 被擊落的數量 不少 令到日本的空軍 和海軍實力 更加被削弱 但這一點 都是一隻 他們當時叫做 雙引型的重型轟炸機 但其實 比起B-17 那些 差很大 當然沒有B-17 而B-25 也可能比不上 所以 看看 產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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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大部份 都可以有 複翼 可以移動 這裏我 不特地去說 當然 他們 有些 部分 是有些 變形 不是比例 所以 有些部分 基本上 放不到人仔 通常放到人仔 就是前面 這裏 這兩個人仔 很老友 有些 向中間 黏著 因為 因為 機槍的窄 轟炸機的典型 二戰時期 通常機頭都是透明機槍 方便一個機槍手 可以防守 其實不是攻擊 而是防守戰機 追擊 通常前後都有 特徵 鷹、日、尾 尾都沒有什麼分別 尾方 通常機槍底 都有 機頂 機頂 也有 看型號 這一架 基本上有 腹液動得 螺旋掌的動得 剛才不要說 是所有螺旋掌的動得 輪子當然是大機 沒有stand 也是這樣 輪子可以放摺疊 傳統一些 舊的機 通常都是這樣 不同 現在的噴射機 戰機 或者是航機 其實整個輪子 都會收到裡面 不是的 通常是這樣的 有些外露 當然有些部分機型 是可以蓋上 但是當時很多機 未必需要這樣做 好 那 這架鷹鷹的機型 是要這麼大 才能拍到 就是一個距離 如果用主要鏡 是真的有點困難的 這兩架都比較冷門 所以相信未必太多朋友 真的會收藏 或者賣 有興趣 但是跟大家介紹也是好的 其實他們的二戰系列 飛機都出得很齊 就是他們不會只出坦克 車 或者車 他出得多 他飛機也出不少 基本上很多著名的機器都遮蓋過 我們看看這架C407 機型 C407型 可能都是香港人 都是喜歡 都不是的 其實 喜歡得均日均 很視乎喜好 有個人喜歡美均 設計完全不同 兩架比例 就 不可以相提並論 因為全部都是LON SCALE 有些接近 當然這架C407是比較大的 好 那 時間關係 都跟大家講講 C407 其實呢 只有一個人仔 只有540塊 其實算是中大型的積木 一般砌 就不會太細 都要回3-4小時 起碼 但是這個 撐出來的體積也挺大的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後面 好 那麼Number 5702 有興趣的朋友 自己找資料去買 或者訂 那另外呢 這架 吞龍 530 也不少 差10塊 但看來好像比較小 那麼 有兩個人 有兩個日本機師 Number 533 其實呢 這兩隻都比較新的 沒有記錯都是2019年出的 那就是剛剛去年出沒多久 甚至是2019年的Q4才出的 尤其是這架 其實兩架都好像是 所以其實都是比較新的 那麼 喜歡的朋友 可以留意一下 那 那 原來這個吞龍好像連貼紙的 後期比較多的產品 他們就不連貼紙的了 好 那希望大家 喜歡今天介紹簡單單單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些比較冷門的作品 今天就讓我開箱給大家看 喜歡的就 就 給個like我們 好 謝謝 那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那麼 繼續過我們每一天 就是很健康正常生活 就是 因為我們要靠我們 我們要打贏呢 就要有名的 是不是 要夠長名的 好 拜拜